轻度的负重和强健肌肉运动 有助改善骨质疏松 主角妇幼医院一项专为 骨质疏松症患者开办的集体疗程 就通过有氧韵律操等运动 强化患者的骨骼 仅六成学员在完成至少两年疗程后 脊椎和宽骨的密度有所增强或维持 记者学术会报道 这可不是一般的健身操 每个动作都专为骨质疏松症患者设计 而导师其实也是编排动作的物理治疗师 能不能跟着拍知识有没有做错 如果有错的地方 我们的物理治疗师会去调整他们的知识 运动之前的话 我们会先测量参与者的血压以及动脉 这项课程是专门为中度的骨质疏松症患者设计 他们一般没有太严重的关节问题 可以在毫无辅助的情况之下 完成老师的动作就行了 而且也锻炼他们的平衡和协调性 两年前跌倒伤到脊椎的袁赛针 住院时发现自己有轻微的骨质疏松症 他后来参与疗程 结合均衡饮食和药物调理 情况才有所改善 平衡 还有我的肌肉强壮也是很多 不然以前我动不动我就会跌倒 现在我的密度 那个骨质疏松症也改善得很多 我们的骨是一个火的细胞 当你有运动的时候 我们骨的细胞就会了解到 我有负重 那负重它就会增加那个骨质的数字 跟密度来应付这些压力 医院计划将运动班推广到社区 让更多其他受医生鉴定 确认适合参与课程的患者受益 新创媒新闻记者薛书慧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